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 小贤和首正婚变风暴延少五天 吴宗宪昨出席活动时 曾自曝之前和小贤到马来西亚出外境 就知情连离婚原因都知道 小贤还哭了 他经路小明星大跟班 贪言很心疼小贤 传宗接待的事无法解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但感情的是 旁人无需摄入 只要多陪伴 这当作交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男友 谁不痛心 认为婚变是两方都有各自的问题 旁人不需要多嘴 吴宗建说 他乍听小贤对他诉说婚变时也很惊讶 至于事态演变成何事一门姑婆欲炮轰小贤 他则表示双方都会有不平衡 但多说无意 也不要埋怨彼此 至于小贤情路坎坷 他提出见解 自古红颜多薄命 难免长得漂亮的女生 但老天爷已经够公平了 你可以朝你方向把事业做好 被问到儿子以后结婚 会要求他传宗接待吗 吴宗建说 不会特别要求啦 但因为我太爱小孩 能有的话 是老天爷给的礼物 如果能有 小孩当然越多越好 吴宗宪对小贤很心疼 中天提供 小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